孩子在家中是最安全的吗? 根据统计,意外事故是110年儿童死亡的第二大死因 而多数的事故伤害都是发生在家里 为了营造安全的居家环境 高雄市儿童福利服务中心就设置了儿童居家安全宣导站 借此来提醒家长做好居家安全防护 所以就是你不用的时候就扣着 让小朋友不会去因为有开门而去夹到很多东西夹上手 无论是防止小小孩打开柜子的安全锁扣 还是防撞胶条 高雄市儿童福利服务中心举办儿童居家安全宣导展 透过展览的方式让家长可以了解家中可能隐藏的危险 期盼透过事先预防避免意外的发生 那我们其实时常会看到我们的新闻媒体有发现 就是说有报载 就是说其实常常会有小朋友可能不幸的从高楼层坠落 或者是其实是在家里其实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家具而受伤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会办这样子一个儿童居家安全的一个展览 基本上就是要呼吁家长们其实要注意 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空间或者是一些柜子 是不是都有做好一个合适的一个防护 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一个展览其实有一些小小的工具 可以让你的家具或是让你的橱柜基本上可以更安全 让孩子其实不会因为去触碰到这些东西或不小心撞到了之后 其实而导致受伤 让我们的孩子们其实在家里其实真的是能够安心的游玩 其实健康的一个成长 根据统计意外事故是110年儿童死亡的第二大死因 而且多数的事故伤害都是在家里发生 其中从高处跌落是最常导致儿童受伤的意外事故 大约占6层左右 因此像是家中有楼梯可以加装护栏 插座装设保护盖防止泼水或触电的情形发生 如果您家里的窗户基本上是可以打开的可以全开的 其实你应该就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个防护 那甚至于说如果你家里是有阳台的 阳台虽然有栏杆可是要去检查栏杆是不是有高于120公分 缝隙是不是有大于10公分 其实你应该小于10公分 不然孩子一个侧身其实就很容易失足往下坠落 那另外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其实瓦斯炉孩子也会去玩 瓦斯炉上面的按钮其实是可以有一个防护罩 甚至于我们的家里的一个家具的一个配置 也希望家长们可以去注意一下 尽量去买比较圆壶或是比较圆滑的这样子的一个 不管是桌子也好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家里的橱柜的一些物件 而福中心提醒家长切记不要让六岁以下的孩童单独在家 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遗憾 此外也呼吁家长可以到高雄市社会局 最爱SNA放心育儿资源网 下载专区下载儿童居家环境安全检核表 检视居家环境 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营造安全的居家环境 让孩子能够健康成长